大家好,我介紹的是JavaScreen 它是一套JavaScreen的Library 應該類似JavaScreen吧 它主要是用在文件的操作 它有一些功能包括 換取選取元素Elements JavaScreen的核心承載加強了 非同步傳輸 Adres以及世界的功能 它是一個快速又簡潔的DraftScreen程式庫 簡化了讓你在 STML的文件裡尋找 JavaScreen的好處 它簡潔 然後 如果你有JavaScreen的基礎 你就不用再畫 很大的行李去選 然後 它有支援CHS3選擇器 然後 痾 痾 JavaScreen JavaScreen 免費 開放語約之碼 然後在網路上應該滿好找的 感覺滿實在性的 感覺滿實在性的 然後 這是我們一些JavaScreen的範例 JavaScreen很重要的一個特性 就是它可以使用連續 連續你使用函數 然後當你選取了一個或一組元素後 可以連續對這些元素進行多個處理 然後我下面有放一個範例 然後我下面有放一個範例 嗯 然後它會將 它會將所有下面的範例的 DIV 隱藏掉 然後直接把它簡化成一個 然後我之前在看的時候 我就看不懂我那個前記要 這是什麼東西 然後後來 後來 去查了以後 然後發現它就是一個 呃 可以算是簡略JQuery一個元素 然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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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前記要將會是你學習 你使用JQuery過程中 最重要的文件 然後 再來 而且我那時候看那個 呃 呃 它也可以這樣子的文書來使用 然後 然後這邊也有講 它是一個JQuery的縮型 然後在某些情況 你可能無法使用這個符號 因為 嗯 因為你進行中的專案 已經使用其他的Java Screen Library 而這個 錢包就已經被使用過 所以你不能使用 然後這是我們的參考資料 就算是電話 然後你們就要看 我們就看我們 我們會比較明顯的 然後我們會不會 我們會不會 如果我們會不會